关节炎 这个痛风有时候是 就是尿酸过高引起的 但是有时候去查那个血的话 尿酸已经降下来 但是还会来那个痛风 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吧 也是这个破坏性关节炎的一种 它是因为这个身体里面的尿酸过高 然后沉寂在各个部位 沉寂在关节 特别是大脚趾那个部位是最常见的 有的时候是足腕关节炎 这些部位见得比较多 那么因为它是一种发炎性的关节炎 所以每当发病的时候 病人那个红肿热疼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影响生活 大家一般就是通过吃这个酱料酸药 然后局部注射这个激素 消炎抗炎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有的时候 虽然血中的尿酸 已经被吃药降下来了 但是有的病人仍然 还是有这个痛风性关节炎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 已经沉寂在里面的尿酸物质 已经在这个关节周围 已经沉寂了 这种情况下 局部的治疗 就必须要加上去像刚刚讲的 这个局部关节封闭 打激素封闭 这些情况还是 就是封闭注射 封闭注射 对 那实际上是一种止疼的效果 还是消炎的那种 两者都有 因为激素实际上是一个 最好的消炎药 虽然大家对激素说起来 都有一点 太胖 顾虑 好像觉得这个用激素 会发胖 会发胖 会有很多的不良后果 实际上局部应用这个激素吧 对于全身的影响不大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引起发胖 而且呢 关节注射呢 一般也就是 局限在一年注射四次 最多五次六次 你不会经常的 不断的注射 所以呢 也就是没有多少全身的影响 那说到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话题 就是怎么样发现 自己得了关节炎了 那么在这个医疗界 有没有像其他的病症一样 比如说 什么样的年龄群的人 到了什么样的年龄 或者什么性别的人 到了什么样的年龄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关节炎这方面 有没有这方面的推荐 对于关节炎 倒是没有说做一个普查 因为 一般来说要普查的项目都是 就是说比较能够预防 比较能够对于身体有 如果不做到一个简单的预防测试 不做的话呢 后果比较严重 像比如说结肠癌的普查 皮肤病 皮肤癌的普查 这一些 还有心脏病的普查 胆固醇 这些 一个是简单 第二个是 如果要是没有普查 不及时进行调整治疗的话呢 后果比较严重 所以关节炎呢 现在还没有说要进行普查的情况 不是威胁到生命的这样 不直接威胁到生命 但是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恐怕还是要应该引起这个民众的重视 对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 自己有这个自身意识到这个关节 特别是我们现在治疗的措施越来越多以后 这个对关节炎呢 也就应该更重视一些 有的病人 我经常看见岁数比较大的脑年人 膝关节已经都严重到已经变形了 走路极端的不方便 然后这个周围的肌肉也因为关节变形了 变得萎缩了 疼痛根本就没有办法自行行走 像这种情况下 如果大家能够多普及一些这个关节炎治疗 和这些方面的知识的话 那么这位老人就可以及时的到医院里去做一些诊断 然后也许人工直观 关节直换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对于他 好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听众和观众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 继续接电话 天津的观众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周先生在线上吗 好 现在周先生不在线上了 我们接下一位 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嘉宾好 我父亲今年60岁了 他那个膝关节就是疼痛 然后排了一个片子 排了一个片子的显示说是那个膝关节颈骨 那个头变肩 是什么退行性的变肩 就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 有没有这个好的治疗方法呢 能不能请嘉宾给说一说 好 谢谢 张先生 但是这个做不做手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能够先用药物和这个局部的这个锻炼 能够减轻病人的症状的话呢 那么呢就首先采取这样子的措施 如果要是在局部治疗没有好结果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手术呢也不是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情况 大家应该就是知道这个手术现在是非常的先进 大部分病人手术以后功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恢复 能够能够让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认为一般先吃药 消炎药 看看能不能够止疼 能不能够恢复它的功能 然后呢就是加强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 加强训练 用这些情况 如果不行 第二我们可以用这个局部的封闭 如果要是这些情况 上述这些都已经做了以后 仍然觉得这个疼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活影响的话 那么就应该建议去看一下骨科医生 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那好像就是说做手术好像是排到最后 如果前头这些都没有效 最后才做手术 对 因为手术毕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方案 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认为这个手术呢 保留在最后 第二个原因呢是 像刚才这位观众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 那么我认为 现在治患关节呢 是年龄来说是适当的 因为现在人工关节的寿命 大约是十五年到二十年 如果 如果病人比较年轻 活动量比较大 那么这个关节的寿命呢 可能还会稍微缩短一点 到十二年十五年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要说 关节 人工治患关节寿命已经到底了 我现在这个腿怎么办 那么就需要重新再造 重新再造呢 那么又有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一般希望 因为 人类的寿命已经在足够的延长 所以大家希望把这个手术往后推一点 嗯 就这样的 好 我们线上啊 刚才天津的观众周先生啊 就打进来了 周先生你好 周先生还在线上吗 天津周先生 好 已经不在线上了 我们接下一位是山西的观众 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喂 哎 高先生 喂 我是我就是啊 哎 请讲 喂 喂 哎 请讲 您已经在线上了 麻烦 麻烦您把您的电视机的声音 关的小一点 嗯 有回音我们听不太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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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嗯 请讲 我 我 我今年七十岁了 啊 我今年二三月份啊 腿疼了一段 嗯 疼了一段 经过医生检查呢 他 他说的是 蜕变性观众炎 嗯 可是从来 也不红 也不肿 所以现在呢 就是我吃了 吃了几瓶药 现在 也不疼啊 嗯 但是 这就是呢 就是 我今天很难以为 是 我不似乎 没人 我 是 你 没有人 你 我